因應疫情由第五波高峰回落並且漸趨平穩 由年初維持至今的430疫情記者會 星期一開始將會取消 星期六的這一場可能是最後一場 兩年多以來都多謝市民的忍耐 以及對於各種防疫措施的合作 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堅持和努力 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很快過一些比較正常的生活 什麼情況會開疫情記者會 我想其實我們大家都希望現在的疫情都開始回運 我們都希望用一些風險的傳達策略都希望可以調整 本港單日新增5,190宗確診 包括152宗輸入個案 再多7名患者死亡 8間院舍情報14宗個案 41人要檢疫 4間學校一共5班需要停課 當中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鄧兆堂中學 3B班和2C班各有4名學生確診 張竹君認為現在港清零機會好未? 風不風土病都要看全世界 因為香港都是一個對外的地方 其實我們暫時現在的個案都要有幾千宗 你說去到零的情況 我覺得那個機會比較小 因為全世界都要清掉所有個案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看起來新冠病情都可能會與我們並存 記者會完結前 她再寄予市民身體健康 社會可以服上 我都希望這是最後一次記者會 我都趁這個機會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